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我們來分享 奇測挑戰董卓篇的高分陣容 那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GO! 好的 我目前的分數來到了43億 使用的陣容是由奇測大神伴唐所分享 那唯獨我把他元少的部分改成了果果 並且測試了許多隻不同的搖擺位 像是曹操、大狗、曹丕 以及我們的群雄當中的高順 也都是可以突破30至40億之間 那其中我認為最好刷的就是果果、曹丕以及元少 我目前刷到43億也是靠果果所打出來 那如果你們是羊獸爆發的羊獸人 還有機會突破50億以上的分數 至於沒有馬良的玩家 也可以把馬良的位置改成好人曹操 又或者是說剛才所提到的元少以及果果 分數也可以來到15億左右 那麼關於配置的部分 張寮使用月盡羈絆 潛能我直接放在畫面上 有需要的玩家暫停照抄 再來是戰魂 除了張寮帶弱點 其他隻角色通通都是戰役 最後是幻武的需求 能開的通通都需要打開 緊接著看到神兵 使用到了停刀、靈燈以及龍鷹槍 那當然想用使用扇子也都是OK 差別並不會當說特別大 再來是靈寵 主戰比翼、主戰白虎 以及陸屬 那沒有陸屬的玩家可以改為酸泥 也可以來到15億至20億之間 那麼本次的奇策刷生政龍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